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香港问题的焦点已经聚焦到美国总统川普身上 这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是美国参众两院已经通过了香港法 现在香港法的文件已经送到了川普总统那儿 就等待他签署香港法 使之成为正式的法律 第二个方面是北京通过外交渠道和喊话 向川普总统提出要求 要求川普否决美国国会提出的香港法 那么现在川普他是签署香港法呢 还是否决香港法呢 就成为香港问题的一个大焦点 根据昨天11月22号美国传来的消息 川普总统的最新表态 好像啊似乎还有可能要否决香港法 川普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时候说啊 就是当这个被问到是否签署香港法的时候啊 他这样说 有很多复杂因素 毫无疑问 如果不是我 香港可能在14分钟内就被毁灭了 习近平在香港外驻有百万大军 他们没有进入香港 是因为我要求习近平说 请不要这样做 组成大错 这样会给这一贸易协议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习近平希望达成贸易协议 也就是说川普说如果是没有他 香港就会在14分钟之内就毁灭了 这个说法当然是有夸口的成分了 但是呢 解放军在10分钟之内进入香港平报 那是北京官方自己发的消息 所以说10分钟之内解放军进香港直接开枪 这个是有可能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川普说香港可能在14分钟内被毁灭 这个倒也不算太离谱 川普又说 我们要与香港站在一起 但我也同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站在一起 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我希望看到双方化解分歧 我与香港站在一起 我与自由站在一起 我跟所有我要做的事情站在一起 但是我们也正处在努力达成 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的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能做到 那就太棒了 中国想要达成协议 我们也想要 我要说如果不是我 数以千计的人早就在香港被杀死了 根本不会有骚乱 而是变成一个警察国家 川普说他要和香港站在一起 可是他又说要和习近平也站在一起 川普说他和香港站在一起 那意思就是说他要签署美国国会的这个香港法 可是习近平他又说要和习近平站在一起 这一点呢 这个里面的暗示的意思就很有意思 因为北京已经向川普提出要求 是要求川普否决香港法 所以呢 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理解 那么川普说他要和习近平站在一起的意思 就让人们感到川普是不是会接受北京的要求 要否决这个香港法呢 而且川普还特别提到现阶段美国正在和中国谈判 这个中美贸易协议 就好像更有一种暗示 就是他好像要用这个签署香港法这件事情啊 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 川普的这个暗示啊 在美国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国会议员 包括川普自己的政党 就是共和党的议员 都发出了强烈的反弹之声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当天就发表声明说 川普总统的话 不代表美国人民或国会 对习近平主席 对香港人民压迫政策的想法 川普总统一如既往的对习主席逼恭逼敬 对一个许诺要对中国强硬的人来说 这越发让人匪夷所思了 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强硬 也将帮助我们打赢贸易战 另外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他表示说 川普总统拒绝签署香港法将铸成大错 国会已经明确响亮的表示 我们与香港站在一起 大家应当团结在一起 一口同声的支持香港人民 反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人权的践踏 这比贸易嫌疑更为重要 当然了 现在这个川普他只是一个暗示 他并没有明确说 说他要否决香港 这件事情呢还没有说定论 我们还需要观察 那么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 川普是不是真的会否决香港法呢 从整个的这个情况的发展来看 现在还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呢川普啊 他不是说单纯的无条件的否决香港法 他要用否决香港法来做一笔大交易 川普的这笔大交易 他就是要用否决香港法 换取习近平的一个承诺 就是要求习近平承诺 北京政府对香港绝不使用武力 承诺解放军绝不会进入香港平报 如果说川普用这个否决香港法 换到习近平做出这样的承诺 那倒是一个川普啊 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 那真正比他签署香港法 这个胜利还要大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或许有人说呢 习近平他可以做一个假承诺啊 就是他暂时先口头上承诺 说啊解放军不会进入香港 口头上承诺 说北京不会对香港使用武力 习近平做这样的承诺 换取了川普否定了这个否决了香港法之后呢 然后习近平他在宣布说撤回承诺 他在重新宣布说解放军照样有可能进香港平报 就是再次宣布北京政府不排除 用武力解决香港问题的可能性 如果习近平这么一来 那不就是把川普给完全给耍了吗 就是把美国人给捉弄了吗 不过呢这样的看法啊 完全叫做苏森之鉴 实际的情况绝不会这么简单 第一点啊 第一点啊是川普他不可能完全否决香港法 因为这次美国参众两院是全票通过了香港法 如果说川普他动用他的否决权 他否定了香港法之后啊 那美国国会还可以进行再次的表决 只要国会参众两院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 支持投了赞成票 那么他们就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 可以照样让香港法成为正式的法律 这也就是说啊 即使川普使用他总统的否决权 否决了香港法之后 他也顶多啊 是把这个香港法推迟一段时间 他不可能完全阻止这个香港法 最终香港法还是会成为正式的法律 其实呢 川普并没有完全否决香港法的权利 这件事情还不是完全由他说了算 第二点呢 就是北京习近平他们其实也完全清楚 根据美国的法律 川普是不可能完全彻底把这个香港法给否决掉的 顶多啊 他只能使用否决权 把香港法这个成立的时间 往后推迟一段时间 既然北京其实也知道川普是不可能完全否决香港法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求川普来否决香港法呢 而且他们还愿意说川普否决香港法来和北京做一个交易呢 这个啊就是因为一个时间上的重要性 现在香港民众的抗议活动正处于一个相对低潮的阶段 所以北京啊就担心美国通过这个香港法之后啊 就会把香港的民众抗议活动再次激发出来一个新的高潮 因此在这个时间点上 川普是不是签香港法对香港民众的心理啊造成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 如果川普签了香港法就会让香港人民啊感到美国政府是支持香港民众的就会激发鼓励他们举行更多的抗议活动 相反如果川普使用总统的否决权否决了香港法就等于是对香港人头上是泼了一盆冷水啊 就是让香港人感到美国政府不支持香港的民主抗争活动 那香港人当然就会失望甚至会绝望 那么他们的抗议活动啊就会更加的低潮 这个呢就是北京最希望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说呢北京只想要川普使用否决权 否决香港法之后给香港民众当头泼一盆冷水 这样呢北京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我们上面说的这个情况啊 就是川普总统无条件的来否决香港法 但问题是如果川普要跟习近平做一个交易 他要有条件来否决香港法 那情况就大不一样 我们回到上面的话题 如果川普和习近平做一个交易 他说我否决香港法 那你习近平也要做公开的承诺 就是承诺北京不会对香港使用武力 如果说这时候习近平做一个口头的假承诺 来换取川普否决香港法 那么呢川普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宣布就是否决香港法 那会不会对香港民众来一个当头泼一盆冷水 这么一个作用呢 这个时候啊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现在香港民众举行示威抗议活动 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害怕北京会派解放军到香港来武力解决问题 如果是习近平公开宣布说是北京不会用武力解决香港问题 那就等于说宣布解放军不会到香港来平报了 那么就等于消除了香港这个民众心理最大的担心 那这样一来香港民众举行抗议示威活动时候 他们就更不用担心害怕了 所以说如果习近平做出一个不使用武力解决香港问题的承诺 来换取川普总统来否决美国国会的香港法 那这个北京的承诺就是不使用武力的承诺 对香港民众产生的鼓励作用啊 可以说大大大于川普否决香港法产生的这个泼冷水的作用 也就是说呢香港民众反而是受到了更多的鼓励 他们就更敢放开胆子举行更多更大的抗议活动了 这样一来香港的抗议活动又可能出现新的高场 所以说呢如果川普跟习近平做一个有条件的一个交换 就是说他用有条件让习近平来宣布不使用武力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个前提下 他来否决香港法的话 这个呢就是一个川普的外交胜利 他比他签那个香港法这个胜利还要大 我们在上面说的这个川普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这些话当中啊 我们就隐约可以感觉到川普啊 似乎他是想和习近平做这么一个交易 就是说川普否决香港把习近平来公开承诺对香港不使用武力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答应川普的这个交换条件呢 应该说答应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看过去中共在台湾问题上这么一个历史 大家都知道中国和美国之间关于台湾问题一共签署过三个联合公报 第一个是在1972年签署的上海公报 第二个是在1979年签署的中美建交公报 第三个呢是在1982年8月17号签署的所谓817公报 人们对1972年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的建交公报都是比较熟悉的 但是呢对这个1982年的817公报是什么东西呢 而且呢当时为什么要签这么一个公报呢 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事情大家都不是就是很多人不清楚 所以我们这里就简单说一下这个817公报的由来 817公报的全称呢 它是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报 双方要签署这个公报的原因呢 是在1979年就是中美建交 就是在中美建交的时候呢 双方啊就对于美国和台湾断交 以及美国从台湾撤出驻军的问题啊 这个是达成的一致的协议 但是对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啊 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 那么北京就提出要求啊 就是要求美国要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 可是呢美国方面也提出了反要求 就是说如果北京宣布说放弃 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话 那么美国就停止对台湾出售武器 那北京能不能接受美国这个反要求呢 当时啊其实北京对这个问题 还是讨论了很长时间 最后邓小平就拍板说啊 说不能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邓小平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力求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完全不使用武力 那就等于将我们双手捆绑起来 结果只会促使台湾当局根本不跟我们 进行和平统一的谈判 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用武力解决问题 邓小平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是北京他宣布说是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话 那么台湾当局一听说 北京已经放弃武力解决了 那他们就更大胆的搞独立了 所以呢邓小平他的意思就是说 要保持要保留武力解决的选项 就是作为遏制台湾独立的一种威慑力 那既然北京他说不答应是放弃 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那么美国他也就不答应停止对台湾出售武器 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妥协方案 就是北京同意美国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 但是呢对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上和素量上 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几年供应的水平 后面这句话其实就是给北京一个面子 因为他说所谓向台湾出售的武器 性能和数量不超过前几年的水平 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表述 根本起不到约束的作用 所以说八一期公报 也就是中美双方一个妥协的结果吧 所以北京啊 他虽然说没有做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 但是他也被迫同意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上面我们看了这个中共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一种态度啊 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承诺放弃武力来解决 就是他们最大担心 这种一旦做这样的承诺 台湾方面反而是更加大胆要搞台独了 所以呢他们就害怕他做这样承诺 台湾就不怕了 他们搞台独就更起劲 这个问题和现在习近平宣布放弃武力解决香港问题 到底是一样的 哪怕是习近平他做一个假的啊 就是暂时性的承诺 他过几个月之后他再来收回 他再来销毁这个 他就是他再来毁约 就把这个承诺给取消 那哪怕就在这个承诺的几个月的时间当中 因为香港人对习近平宣布放弃武力解决香港问题 就受到很大的鼓励啊 说不定这几个月就会出现什么大的新动作 所以习近平即使他要玩一个假承诺 玩一个骗局 也很可能就会弄巧成拙 成了一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即使川普有这样想法和习近平做一个交易 习近平也未必会答应和川普做这样的交易 总而言之呢 川普他是作为一个生意人嘛 他就觉得这个香港法好像是可以用来做点什么交易的啊 是一个好像是有用的东西 所以呢 他就不会轻易签署这个香港法 他要试试看 能不能用香港法和北京来做一个什么交易 当然了 这个交易必须是完全对川普有利的 亏本生意那川普肯定他也不会干嘛 所以呢 川普还要观察几天 看看这几天啊 交易能不能做得成 如果做不成交易 他再来签这个香港法 也因为如此啊 最近这几天 就可能是川普啊 和北京做交易的关键时期 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